近期多个事件正急速将中共专制政体推向生死漩涡 7月26号下午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外 爆炸事件让人们看到临心所向 同日 美国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大会结束 美国副总统彭斯宣布了美国政府 捍卫信仰自由的两项计划 而前两天的美国参议院 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 美国安全中心副主任拉特纳表示 将从根源线原代码数据借口 直入来削弱中共工具箱的影响 实则是破除中共防火墙 分析认为 习近平如今面对的最真实的世界和现状就是 中共政权的垮台已经成为定局 7月26号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外爆炸事件 美国大使馆要试试炸弹引爆 中共警方则声称 是一名精神病男子引燃了爆炸 美国驻华大使馆在新浪微博发出消息之后 民众在享有拿得的自由发声之中 将话题引向疫苗事件 并讽预一查到底 应当一查到底 最吸引人的说法是 美帝亡国之心千万别死 马上开战 而实际上 美国的开战可说是早已开始 美国总统川普发动中美贸易战 要寻求公平的贸易环境 就被看作是要中共 做出本质上的改变 随后 美国已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动作 向中共的人权迫害间接发出警告 而近期的频频追打目的相当明确 2018年7月24日至7月26日 美国国务院主办的首届 促进宗教自由部长集会议 在首都华盛顿举行 面对40多个国家的外长 和80多个国家的民间团体代表 美国副总统彭斯宣布了 美国政府捍卫信仰自由的两项计划 应对群体灭绝及援助受害者计划 及全新的国际宗教自由基金项目 美国政府将承担领导者角色 汇聚全美及全球资源 联合官方及民间力量保护信仰者 7月26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代表国务院 发布了波托马克宣言和波托马克行动计划 外界将这两个文件评为历史性文件 此前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 捍卫信仰自由是川普政府的首要任务 这两个文件可说是对首要任务的解读 事实上 中共今年5月高调纪念马克思诞辰 将无神论者 撒旦教成员马克思欲为千年思想家 挑战自由信仰 所以 美国的这一历史性文件 是对共产主义魔教的强力回击 文件内容所说 现在是时候直接来对付这些挑战了 就足以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 文件所提到的自由信仰 包括了所有人权的尊重 包括维吾尔族 回族和哈萨克斯坦穆斯林 藏传佛教徒 天主教徒 新教徒 法轮功 由于他们的信仰面临严重的镇压和歧视 法轮功问题是当局绕不开的核心症结 彭斯在上述会上就谈到 自1999年以来 国务院的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每年都将中国列为宗教自由侵犯者 而中共正是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 大规模灭绝世的对法轮功实施全面镇压 而这一镇压被国际社会定义为反人类罪 自由亚洲27日报导引述 美国人权活动人士迈克尔 卡斯特表示 犯人类罪不是战争时期的特定产物 在和平时期也会发生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暴行 中共政权能够苟延残喘到今天 最重要因素应当是其对网络的封锁 中美贸易战开的 中共的互联网过滤和拦截系统防火墙 成为美中之间贸易的一大阻碍 就已经凸显出来 而早前防火墙已被美国列入一份贸易壁垒清单中 7月24日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举办主题为中国挑战 经济强迫政策作为治国方针的听证会 或邀出席的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 副主任拉特纳表示 美国国会应提供资源 指导国防部制定绕过中共长城防火墙的方法 让中国公民更容易进入全球互联网 很久以来外界就一致认为 中共没有防火墙掩盖其罪恶与真相 其政权将迅速崩溃 拉特纳目前给出的方案包括 找到一种方法来削弱 中共工具箱的影响 美国国会应该提供资源 指导国防部制定绕过中共长城防火墙的方法 让中国公民更容易进入全球互联网 此外还有 瓦解中共的网络审查工具 让美国与中国人民直接沟通 海外评论人士夏小强 今日评论分析道 习近平前五年反腐 很大程度上是一场财富在高层的转移游戏 大部分高层家族的利益并未被触及 川普上任后 开大贸易战 触及到了中共高层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 但中共却误判形势 成全面溃败之势 夏小强认为 如果习近平不能保护中共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那么习将会成为中共利益集团的敌人和弃子 这也是近期以来 中南海陷入政变疑云 习近平地位遭遇挑战的原因之一 就另一个原因来看 正是由于中共在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之后 大部分中国人已经没有了正统的信仰和传统观念 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早已名存失亡 成为皇帝的新衣 中国社会民怨沸腾 经济遭重创 出于危机总爆发的前夜 不断出现的各种事件也显示 道德崩溃之后 中共谎言暴力导致不断激化社会矛盾 在外交上 川普联手欧盟 日本 交好俄国 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中共形成何为之事 夏小强最后说到 没有任何解决中国社会危机的出路和办法了 习近平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现状 中共政权的垮台已经成为定局 只是一个什么时间和什么方式的问题而已